Hi 我是MG 這週我要來介紹的是 身穿奎在節目上挑戰的轉比combo 在7月28號的時候 日本轉比達人K 上節目讓身穿奎挑戰轉比 當然要學轉比的話 使用專用筆會更好練習 但是我們也看到很多留言說 用改過的筆像是作弊 或是這樣就不算轉比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用隨處可見的SIGNAL UM-151來挑戰教學 如果不怕筆摔斷水的話 這支其實是最平價又最好轉的筆之一 K準備了4招 分成3個難度 每一招在頻道裡都有教學 這4招分別是Extended Thumb Around Back Around Index Around 和Thumb Around 那我們就從最容易學的Thumb Around開始吧 這招只要用拇指和食指 或是中指推比 讓筆轉過大拇指就完成了 除了手指在動以外其他地方都要保持不動哦 K也分享了一個訣竅 是讓筆保持在大約45度左右轉動 學會了Thumb Around之後 就可以練習進階版的Extended Thumb Around 這招是讓筆在食指上多旋轉半圈的招式 重點是手腕和手掌要做翻轉的動作 而且因為筆會在食指上旋轉 食指和手掌的角度越小越好 注意看K的手背 在Thumb Around之後伸出食指的時候 手指是平行於桌面的 為了要接到下一招 接筆的位置盡量控制在筆的末端會更好轉 Combo的第三招是Back Around 單獨作的話訣竅也是透過翻轉的力道去推動筆 跟前一招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手掌是往外翻動的 一開始練習的時候動作可能會很大 但是沒有關係 招式的動作會跟著你的手練度提高慢慢變小 這邊也可以看到K在上一招Extended Thumb Around之後 用食指接住的地方靠手掌翻轉的力量把筆壓回來 目前為止的這兩招對新手來說都比較難 因為翻轉的時機和力道會不好掌握 這招為了要讓下一招更好接起來 接筆的位置也是盡量控制在筆的另一側會更好喔 第三招是Index Around 簡稱IA 從這招開始難度就會降低很多了 訣竅是用中指推比 推的時候把中指縮起來 轉過食指之後再夾起來 因為下一招是Thumb Around 轉完IA之後把食指和拇指變成這個姿勢 這樣在完成這一招的時候就可以用IA的力道延續到Thumb Around上面 最後把這四招都組合在一起就完成這個combo啦 整個挑戰過程根據節目所說有5個小時可以練習 深川葵也真的在這段時間學會了這些招式 其實我覺得如果大家都知道招式的訣竅的話 大家應該都能成功的把這些招式做出來 深川葵最厲害的地方就在於他是不間斷的練習5個小時 我覺得我自己沒有辦法練習我不熟悉的東西這麼久 還要忍受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失敗 大家又是怎麼想的呢?一起來挑戰看看吧